孩儿滚筒洗衣机怎么清洗? 孩儿滚筒洗衣机是很多家庭的首选 那么你知道滚筒洗衣机的清洗方法吗? 滚筒洗衣机清洗的地方主要有三个 一是洗衣机盒 洗衣机盒位于洗衣机的左上方 洗衣机盒里面一定要清洗干净 不然会影响洗衣服的整体清洁效果 二是右下角的排污口 清洗右下角的排污口 要注意应该在断电的情况下 用手指按住右下角的排污口开关压片 并打开拧开黑色阀门 将里面的脏东西掏出来 并清洗干净即可 三是洗衣机滚筒 清洗洗衣机滚筒应该要注意 首先将洗衣机电源插头接好 水阀打开 往洗衣机盒里倒入清洁剂或者洗衣粉 打开洗衣机开关按钮 选择洗衣模式 将洗衣机内部清洗干净 最后用抹布将滚筒的盖子和内部清洗干净即可 以上就是海尔滚筒洗衣机的清洗方法 你盖特到了吗